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上次做電腦組裝的時候,有很多觀眾詢問我說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影片裡面的機殼 也就是酷馬他們的TD-500 Mesh 那Cooler Master可以說是國際很知名的一個大廠 他們的機殼是很多人組電腦會選擇零組件 也是業界裡面很重要的標杆之一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說這款機殼的特色 那我們趕快繼續說,直接來開始 既然這咖機殼名為TD-500 Mesh 那依照酷馬他們家的命名規則,我們可以很理所當然的明白 它是從TD-500所改變而來的 那這兩款機殼的內部架構,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是中塔機殼的範疇,也有相似的擴充性 然後TD-500它的售價是2390元 而TD-500 Mesh的版本則是2690元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TD-500 這款機殼的特色在於它獨特的設計外觀 前面有這種幾何造型的折角設計 在光纖的反射下會有一點鑽石一般的質感 然後在壓克力側板部分,也是有利用折痕去增貼層次 讓它在外型上讀書一格,蠻具個性化的 而且它定價2390元 原廠內建3顆ARGB的前板風扇 以及後方一顆無光風扇 那大家還知道說酷馬他們家的風扇其實不便宜 12公分的ARGB上單顆售價600塊台幣 所以原廠直接給你3顆是很有誠意的 好那我們把焦點拉回來TD-500 Mesh Mesh版本它貴了300塊錢 那這300塊的價差裡面 首先第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散熱 它的前板換成了大面積的網板 來大幅的增加前方的進氣量 那這也是它叫Mesh的主要原因 而這也是讓它的散熱效能獲得大幅度的進步 前方這裡我用面子來做個示範 它可以很輕易的就吸住了 再加上它頂部這裡也能支援到3顆12公分的風扇 那原本TD-500只能支援2顆12或14公分的風扇 可以說它的空冷散熱性能非常的優異 以這個價位的機殼來說就是超級前段班了 那實際做測試 CPU我使用3700X超頻4G 搭配華碩的ROG RTX 2060 Super顯示卡 這裡是用Prime 95以及Furmark進行雙烤 CPU搭配酷碼他們家的360水冷 那整體溫度表現CPU維持在89度 顯卡部分則是72度 在機殼風流部分表現優異 那再來它的側板部分 也從原本的壓克力材質升級成全玻璃的面板 並且它的玻璃面板上有助CNC切割速度的條割痕 讓它的視覺程式感更好 那內部光線在透出來的時候經過凹槽的折射 這種視覺感受是蠻特別的 那酷馬他們當初在設計這片玻璃板時也是耗費了不少心血 除了挑選品質比較好的玻璃之外 為了保證他們的玻璃結構穩定 他們也反覆做測試來確保玻璃不會輕易的碎裂 所以對於這片有在表面割線的玻璃 酷馬他們官方對穩定度方面倒是蠻有信心的 好,那你用上了全金屬網板 那頂部也支援了3顆風扇 並且又給你多一片玻璃側板 但售價上卻只多出300塊錢,這顯然是不合乎成本的嘛 所以有事必有的,在Mesh的版本中自然也拿了一些配備 那第一個就算後方這裡沒有附風扇了,你需要自己再加裝 不過前方依然是有保留3顆ARGB的風扇 如果你沒有再自己加裝風扇的話 那我會建議說你可以挪用前方的那顆風扇,拿到後面去裝 這樣形成二進一排的風道模式 這樣所形成的風流會比較有方向性 那也有助於熱量從後方排出去 那第二個拿掉的點是機殼內部的擋線板 原本的TD500內部是有擋線板的 可以遮住旁邊的線材,來讓整線更加美觀 那在Mesh的版本就因為成本考量而取消了 那這部分我覺得需不需要就因人而異 因為有些人其實也不太在意說有沒有這塊板子 不過我也希望說庫瑪能不能把這塊板子做成選配 這樣子可以滿足一些既想要Mesh,並且想要擋線板的消費者 那上面這兩個點就是Mesh版本在成本上所做的取捨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們希望能在不增加太多售價的目標下 盡可能的去最大化它的散熱效能 並且給予一些更高質感的部件 那我覺得這樣的策略是滿聰明的 因為它所犧牲的東西,其實你都可以再加裝回去 不然如果它一樣標配給你後風扇以及擋線板 那可能售價就要破3000了 這個價格就會讓很多人望而卻步了 所以訂在2690 依然還在主流機殼的可接觸範圍內 那只好上次組裝的過程裡 也有一些組裝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以擴充性來說 這塊機殼整體的表現我覺得中規中矩 在硬碟擴充性的部分,後方右側有兩個2.5吋槽 下方有兩個3.5吋複合槽 然後在分艙平台上,還可以再支援兩個2.5吋硬碟 等於說你最多可以安裝兩個3.5吋的HDD 以及四個2.5吋的SSD 然後它安裝的方式也蠻特別的 並不是使用鎖螺絲的方式 而是說先在硬碟上安裝這種小型的圓柱 然後之後再把它塞進裝有橡膠套的插槽中 這樣子來做一個簡單的固定 那我自己實測它的密合度表現不錯 而且橡膠套也可以防震 然後在安裝上,也比以往的螺絲設計要方便 這個設計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風扇的擴充性剛有提到 前方以及上方都可以支援360 那在安裝空間的表現上 前方可以支援水冷排座一進一排的方式 它給的空間是很足夠的 那上方部分則是給了一排風扇的空間而已 不過它的鎖孔是有做靠外側的 所以裝水冷不會去跟主機板撞到 只是這樣子就會去擋到主板 變成上方這裡會比較擁擠 所以我會建議說水冷排可以安裝在前方這裡 雖然這樣子的裝法會讓熱量先進到機殼的內部 但是CPU所產生的熱量相對顯卡來說比較少 所以影響不至於那麼大 不過當然像這卡的機殼 你裝全空冷、散熱器用塔散 這樣的CP值是最好的 所以就看大家怎麼去選擇 那電源空間的部分 在不拆硬碟架的時候大約有23公分的深度 還蠻足夠的 如果你裝一般那種14公分長的電源 那你的長線空間就很足夠 像我這裡用650W的直觸式電源 它的電源線就可以塞得進去 然後它硬碟架是可以拆的 你只要把底部這裡的螺絲轉開就可以拆了 拆到硬碟架之後深度能長達1有7分之1的鄉民單位 整體來說是非常充足 不過它背面這裡的整線深度就顯得有些不足了 只有大約2公分 雖然我實際使用下來 它不至於會影響到整線 但你就是要去確保說 你的線材都有牢牢固定在機殼上 不要凸出來去影響到背板的安裝 所以它對整線的基本功會比較要求 我會建議庫瑪如果能這樣深度拉個至少2.3公分 對這卡機殼的整線來說會更好 然後在整線槽的規劃上 我覺得這卡機殼就做的很不錯 上次組裝的時候有提到 這卡機殼除了有中間及右側的理線區之外 它左側這裡也有座位區 讓你可以走前版的IO線 所以你前版的IO就不用去跟中間的那個槽擠在一起 而是從左側這裡走一個L型的路線 那你吸腦套要做這樣的設計 不然我看如果都塞到中間去的話 它背板應該就比較難蓋了 然後這次安裝我總共裝了10顆ARGB扇 以及電源的延長線 老實說我不太推薦大家在這種機殼內使用延長線 因為它真的有點佔空間 尤其是當你還接了10顆ARGB扇 前方6顆、頂部3顆以及後方1顆 然後電源還是非模組的 這樣會讓後方的空間變得非常的擁擠 要買就換成DIY的電源線 直接接全模組電源 亦或是少裝幾顆風扇 不然像我這次裝的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太傻了 那對於這顆TD500 Mesh 總結來說 我整理出它的特色點給大家參考 這家機殼優點在於說散熱性能強大 並且價格合理 而且它內附給你3顆原廠的ARGB扇 也給你全車頭的玻璃 在外型上的設計也普去個性 那我覺得唯一的短板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整線空間的問題 這個2公分的整線深度 它不至於讓你蓋不上背板 但你就是要稍微用點心思在整線上 一般的那種眼不見微鏡離線法 是不太適合用在這裡的 那一開機殼 其實是有蠻多的眉角在裡面的 如果你對這開機殼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